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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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杨栋梁,杨栋梁 好,所有我们的一个剂值 那这个电剂值呢 我们在外加的电场 记住了这个是电场 是自己外加上 外面加上去的一个电场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阶值呢 它如果不是导体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一个的molecule 或者是atom等等的话呢 它就会polize 它就会被极化 那它这个极化呢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 你要这个极化 到底它的极化的量是多少 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就是用了一个物理量 来定义它这个极化的强度的多少 有同学能够告诉我说 我们用的是什么物理量 来代表这个极化强度的多少吗 我说我们用了一个物理量 来代表这个极化的强度 强度的多少 那这个物理量就是我们的 polization vector 那这个polization vector 这个讲穿了语 就是我们说 你把所有的 你把所有的 diple moment OK 你被极化的diple moment 把它加起来 那这个加到多少呢 加到就是 你看看你的这个 balance是多少 然后你再把它除上balance 换句话说 你单位体积N 是单位体积你有多少个molecule 或者是 你的atom OK detaV呢 是你的balance 这是我们所定义的一个物理量 那对针对这个物理量呢 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看 我们也针对这个物理量 看到了就是说 我们final所得到的结果 在外面一点 我们的potential V 那这个V呢 我可以写成 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 这个polization呢 在surface上面 所产生的 surface charge 的density OK 对所有的面积 你去积分 那因为这个balance 是一个closed surface 那我们把它 对每一个面积 你通通把它加起来 那另外一个呢 是你这个polization呢 所产生的 volume charge density 那这个是 rho p 那我说 对整个volume的积分 那在这里面 所谓的polization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跟他们整个的结果呢 就是p dot n prime 那unplanned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surface的 这个normal的方向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polization的 volume charge density OK 那我们说 这个polization的 volume charge density 它基本上面 就是divergent 的polization 然后呢 有一个符号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 所得到的结果 那现在呢 我们就针对 这是我们得到的 这个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物理的意义 那我们说 这个整个 如果这一个material 它的total charge OK 它是q 如果total charge 是q 我应该这样讲 这个q呢 OK好 它不应该是 含这个surface的位置 我说 我这样讲好了 我说我们先上一下 你这个本来 这是一个电中性的东西 那这个电中性的东西呢 因为你polize 你已经被激化 每一个都产生一个diple moment p OK 那每一个diple moment 基本上这个diple moment q呢 乘上d 才是你的diple moment OK 换句话说 每一个正负电荷 分离的距离 如果是d 那你可以把它放开 放大来看的话 那这是负的电荷中心 正的正电荷中心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 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是d 你也可以说 正电荷中心跑了 二分之d 负电荷中心跑了 二分之d 也可以把它视为 正电荷中心都没有动 负电荷中心跑了 d的位置 总而言之 它的diple moment p呢 就是q乘上d 它的大小 这是每一个 负q 这是正q的情况 那我们整体来看它 来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对这个surface来讲 你看到的是什么 全部通通是 正的charge 在surface上面 因为surface是 跟这个mpland的方向 是跟电荷一平行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去计算 这一个小小范围 这个surface范围 我们想要了解 它到底有多少的dataq 那你很容易 是可以算出来 这dataq呢 是等于什么 等于你这一块的体积 乘上它的charge density 你就应该可以知道 所以那一块的体积是什么 是你的surface 这一个面 这个surface的面 应该讲 是应该要把它 变成一个立体的 那这个就是你的surface ok 这个面 好 乘上什么呢 乘上你的d dataq bup npland 在npland的方向上面 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surface 乘上你的垂直surface 上面的方向 这个就是你的balance 那我们说 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molecule 那我们说 你把它n乘上去 就是molecule的数目 然后再乘上你的charge ok 这个就是dataq 在这个薄薄的surface的位置上面 所带有的电荷 ok 那这是 在外界的 电厂底下 dataq的值 那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这就是你的balance的值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个值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你这个 q乘上d 就是你的charge density ok 不是charge density 那个diple moment 那你在乘上 n 换句话说 这整项 nqd 就是你的 polization vector 就是我们这边 所定义的polization vector 换句话说 我现在我把我的dataq的polization vector 乘上n' 然后deltax 然后deltax 而这一下 就是我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而这个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怎么得到的 是因为polization 是因为polization 所得到的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的 surface的polization charge density呢 就是我们的 ok 所以 这一项的意思 很明白的 你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是薄薄的这个surface上面 这个surface上面呢 你的charge density 是多少 而这个charge density 是针对surface而言 那 关于这样子的 物理意义 有没有问题 ok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这本来是电中性的 你已经知道 这薄薄的这一层 有多少charge 那它其他的charge Q 这个是 这个Q呢 是不谈βQ的 那 我们说 Q 的大小 是不是就应该是 负的 ok surface charge density 你已经知道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多少 然后把它扣掉 就是你的 这个 Q的值 那 当然 我可以把 每一个面 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全部算出来 也可以 某一个面 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多少 那基本上面 我们会看到 这个 total charge density 的部分 如果 我把每一个面 通通算出来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都算出来 那我的Q就 全部通通是 不含表面的 那如果我只是 针对这个面 而言 那我的Q呢 就是 测试图上面 就是 除了这一个 以外 的charge density 那我现在 我希望的是说 我把所有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通通 把它算完以后 ok 那把它扣掉 那就是我的 total的Q 换句话说 我现在 这个total的Q啊 是不含 surface charge density 的部分 通通把它包过来 这个也没挂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 这个total的 剩下来的total的Q 是等于多少 剩下来这个total的Q啊 你已经把 那total的Q 这个整个的material 是电中性 把surface的部分 扣掉 就是中心的部分 那中心的值 就是负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所拥有的 对不对 你整块material 是电中性的 你已经知道 你每一个surface 是多少charge 那把它扣掉以后 这个是不是就是 负的旁边的 负号 的由来 在这里 好 那 这样子的结果 是等于多少呢 我们说 当你写完 这一个式子的时候 你马上看到了 如果 我把 这个关系是 把它用 divergent theory 把它还原一下 这是一个 ballon的积分 这ballon呢 就是这个surface的 包含这个surface的 ballon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什么定义 在这里 这个定义 就是我们的 ballon charge density 有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负的 ballon charge density 就是我们 剩下来的q 这中间剩下来的q 这中间剩下来的q 你把它全部积分起来的结果 的负号 ok 换句话说 你把这一项 跟这一项所得到的 total charge total charge 也就是 你把你的total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把你的surface 集起来 再加上 你所有的ballon ok 所得到的 这是对surface 那这个是等一种 零 ok 本来就是零的 因为什么 它是电中性 好 那你已经知道 这两项的意思了 那现在我们再回来 看 这个potential 这potential给予我们的意思 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一块material 你要去看 这个material 外面一点 这个material 你已经在这里了 我们 它的位置呢 是rpland ok 那 我们要看 r这个位置 它的potential 是等于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你怎么续算 就是把 我们把这个material 的表面的部分 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对这个potential的贡献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然后再看 内部的部分 的部分的charge density ok 这个balance charge density 对这个potential的贡献 就变成两项 那常常我们会发现 一件事情是 当你的p 是一个constant的时候 poralization vector 是constant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你的 这个poralization vector 的diversion 它就是等于0 所以当它等于0的时候 你这一项就什么 你就不需要去计算它了 好 你只要算什么 它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对这一点的贡献就可以了 这样有了解吗 好 那 好 这是一种special case的时候 那我们接着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special case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会有 好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没有问题 我们接着我们就看了 我们说 我们的高斯定理 高斯定理告诉你是什么 我说高斯定理告诉你 e.ds 是等于 一零零分之 q 或者你的 微分形式 是 一零零分之 zo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q 是什么 这q是所 对应的就是 我去包围 这个closing surface 也就是我们的高斯定理 也就是我们的高斯定理 那你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因为 polalization所产生的charge在里面 或者我的高斯面是做这样子 你也包含了polalization的charge在里面 都在这个高斯面里面 你必须要把它算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什么 这个事实是 这个totalcharge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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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 freecharge 而且 而且还有一部分是因为polalization所产生的charge 或者我们说 freecharge 过着是induced charge OK 或者我们也可以讲 除了freecharge以外 你还有一些被放得住的charge 这个charge呢 都不是能够自由移动的charge 都是在这个高斯面里面 你在算totalcharge的时候 你要把它算进来的 因为它是total的charge 这样了解吗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 接着我们就看 我说微分的高斯定理 告诉你的 就是一九零分之周 周是total的charge所产生的density 所以你的周呢 是包含了两个 一个就是freecharge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你因为 因为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来讲 就是你polalization的charge ok 当你把它这样写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e 加上你的polalization charge 告诉你的 它是负的divergent的p ok 所以你把p的部分 移过来 还要把一熊零把它放进来 一熊零先把它乘过来 那这个呢 就是等于你的freecharge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我们的高斯定理啊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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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的高斯定理 你这样写 这个部分是total charge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是这样子写 我这里面 只要去算freecharge就好 那 我要算freecharge就好的部分 换句话说 我可以把它写成 假设 这个物理量 叫做d 我就直接可以把它 写成divergent的d 就是roll free 那这个呢 这个写出来的是 e.ds 是等于1熊零分之q total 你只要两边取积分 就可以得出来了 因为你这边的两边取积分 d dV dV 就等于 roll free dV 那roll free dV的话 就是你的total charge 而 左边呢 用divergent theory 就可以得到d.ds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的是 你的高斯定理 除了你是原始的这样子表示以外 你可以更进一步的把它表示这个样子 或表示这个样子 那在表示这样子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把d定义成一熊一 d再加上p 这个d我们就叫做displacement vector ok 过着你把它写到更精准一点 就是electrical displacement vector ok 那这里面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在数学上面你已经都ok了 我们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物理 物理的部分的话 你现在一块material 然后你已经知道 它放在 这个呢 是external field 你都已经知道 然后 因为你这个material 放在 你这个external field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 final的结果 是这边 产生了 polization charge 这边也产生了polization charge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对于内部的电厂而言 这个material 内部的电厂 它现在是不是external charge external field的电厂呢 是不是 内部的电厂是不是跟外部的电厂一样 是吗 这里面的内部电厂 会不会跟外部的电厂一样 不会 有同学摇头 有同学点头 ok 跟他反方向 跟他反方向 认为他是一样的请举手一下 认为他是不一样的请举手 好 大部分的同学都认为他是不一样 那不一样在哪里呢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 因为这个polization charge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 polization的场 ok 这个场 对里面而言 它的total的场 应该是 external的场 再加上 因为你polization所产生的场 对不对 而这个方向 是跟 它的方向 相反的 所以 如果我们要讲 total的场的大小 一定是会跟external的场 还要来得小 ok 那 里面的场到底是多大 里面的场 基本上面 你看到的是 你的external 这个 这个total的charge 是要两项 而这一项呢 是负的 gradient p的部分 ok 所以你现在看到 这个是 会小的 这个e啊 内部的场 其实是比 外部的场 没有polization charge 还要来得小的 那我们为了 要把 内部的场 直接 来表示 它的话 我们就把 我们平常 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 出来说 它到底 外 polization 到底是多少 我们要用 free charge 直接的把 这个整个 我只要知道 free charge 我就知道 里面的场 是多少 那里面的场 是多少呢 已经包含 polization 对它的影响 这样子的一个物理量 把它表示 就是我们的 displacement vator ok 那这个 displacement vator呢 基本上面 我们希望 它就是可以 直接把它 表示成 一个issue 然后跟e 的关系 当然这个issue 跟e的关系 是不是 能够这么 顺利的表示呢 这是为了 接着我们要探讨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先把 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 直接把它写成 displacement 是等于 free charge 的结果 好 我的 进电场 本来 刻意是等于 零 这两个结果呢 得出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 已经是我们在 进电场里面 但是它有什么 它有 借电值的情况 immedium里面的 结果 的进电场 的fundament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任何median里面 我们都可以表示出来 那当然如果是在真空里面 你就很自然的 在真空里面很自然的就是 D等于一雄零一 就出来了 OK 那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会想要去探讨 从真空的一雄 到有戒指的时候 这个一雄怎么变化 这是我们接下来想探讨的主题 哪一个地方 这个吗 抱歉这是free charge OK 还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这样高时定理的部分的话 你现在高时定理 你可以把它写成 微分的形式 也可以把它写成积分的形式 那这个呢 基本上面 这就是total的charge 那这个是total的density total charge 那你total charge里面 bounce charge 这个poilization charge的部分 你可以根本不管它了 就直接displacement 就可以直接把它写出来 那现在displacement的部分 跟电场一之间的关系 这个ishon 其实你很明白的看到 在这个戒指里面 已经有包含它的poilization的beta在里面了 那这个部分 这个ishon 不是在真空里面 在戒指里面 那它是ishon ishon跟ishon 之间的ishon 这个就是戒电常数 这是我们在戒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一路上面 物理上面在探讨的东西 就是在探讨这个ishon的东西 就是在探讨戒电常数 那到这里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接着就要来探讨 我们的这个ishon的这个关系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在戒指里面的话 它是biple moment 是有变成的 就是biple moment 你上来没有关系 哪个地方 那 比如说这个p是等于konstant 做中出来之后会等于0 对这是special case 对 我们刚刚已经讲 这是special case 所以在戒电子里面的话 是一个变数 对这是不一定了 这不一定会等于0 OK 那它不等于0的时候 那当然是有它的寓意在里面 对 OK 这个就是if OK 这是很special的case 我们接着我们可能探讨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其他有没有问题 首先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期待探讨的是说 我们d跟1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OK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要写成d跟1 它是一个 d跟1是一个线性的关系的时候 一熊是一个constant的时候 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d是等于一熊0e加上p 换句话说 你d 你d如果要跟1是成比例关系的时候 那第一件事情是你的p 也应该跟1有比例关系才对 对不对 那如果 这个关系要成立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有这个关系存在 你才可以把d变成跟e proportional 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定义啊 定义的话 前面这一项已经跟1是成比例关系了 后面这一项如果不跟1成比例关系的话 你第一不可能跟1成比例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最简单的形式 也就是说如果 当我的代理这个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的direct 它是linear 那是linear的意思是什么 linear的意思就是 p跟1 它是线性关系 那如果p跟1是线性关系的话 我就可以说 这个介质啊 是一个linear的 的介质 OK 那我就可以把p跟1之间呢 写一个比例常数 那我写成 一雄 看一下 0开R 开1 那为什么要写成一雄开1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没有介质的时候 它是 第一呢是一雄0 1了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一雄0呢 保留在这里 那p如果是等于一雄0开1的1 那我就知道说 它是linear的关系 这两个是linear的关系 OK 所以我们说 这时候的开1啊 它是跟一个常数 换句话说 它是跟1是independent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看这个介质的情况 那 你同学也许会跟着问说 那这个pologization 跟电场1的关系 我已经知道 它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常数 是不是各方向都同性质呢 我说 也未必 也许 我在x方向 px 跟ex的方向 它是pologization 开 是某一个值 到y 跟ex的方向 又是某一个值 好吧 那z 跟ez的方向 又是某一个值 有可能是这样子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换句话说 你在x方向 所受到的pologization 跟在z方向 所受到的pologization 是什么 不一样的强度大小 这个molecule 电场 s方向 给它的电场 它的pologization 跟y方向 给它的电场 的pologization 跟z方向的电场 给它的pologization 是不一样的pologization 的长度 这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举 水好了 对不对 你现在你把电场这样加 跟 这样子的电场 跟这样子的电场 这个水的pologization 长度 是不是不一样 这样子加的电场 跟这样子加的电场 和这样子加的电场 这个水pologization的强度 是不是不一样 那水分子 本身 它已经有一点点带 这边是负 这边是正的 如果电场是这样加 那你这个pologization 是不是 正电荷会往 负的方向走 负电荷会往正的方向走 对不对 所以你的 因为你电场是这样加以后 这个水分子 是不是会往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电场是正电荷到负电荷 电场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面 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你看到这样子的电场 和如果假设我现在电场 是反方向了 不同的方向 我是这样加 那它pologization的情况 跟它pologization的情况 一不一样 这个这样方向的话 那电场的话 是正电荷到负电荷的电场的话 那你们 你会发现说 这个负电荷 跑到这边来了 正电荷的部分 是跑到这边 我这个部分是画错了 这边是负的应该往这边 正的应该往这边 那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电场是从正电荷往负电荷走 所以你现在看到它的pologization 现在是这个方向的pologization 这个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电荷往这个方向加跟这样子加跟这样子加 对这个水分子的pologization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对水分子来讲 px跟虽然p跟1是乘比例关系 它是linear的部分 但是它各个方向的开值是什么不同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必须要怎么写了 我就必须要耍 我的pologization 跟我的电场 写成一个matrix的部分 我们就很单纯的看到 这几个比例常数啊 是不一样 有没有问题 我们把这个标志叫做 一熊提到外面 然后这个就是开11 这个是开22 这是开33 它已经不同了 那开12呢 开13 它有不同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 开21 开22 开31 开32 它通通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些off diagonal term的部分 如果它不是零 跟它是零的时候 它的复杂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为了要把这样子的复杂程度 把它简化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假设它是linear 那它开1是跟电场1是independent 如果它是 如果它是 我说过了 就是各项同性的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它是Homogeneous 那它开一就是各项同性 那换句话讲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非常的 简单的把我们的Polarization 把它写成 我说 它既是linear 又是Homogeneous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D 写成101 加P的结果呢 写成101 再加上 101Ki 1 因为这些值 全部通通是一样的 它跟Space的Coordinate 通通没有关系 而且它是Constant 那 在这样的条件底下的时候 我就可以 把 这个值 就直接把它写成Ission 那 当然 你的Ission 就是等一 Ission Lin 加 Ission R 而这个Iss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I 加 Ki ok 我们把一熊R 平常我们把一熊R就叫做 relative permeability 过着叫做diolic constant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我们说这个关系是你要成立的时候 实际上是什么 是在两个条件 一个是linear 一个是homogeneous 的条件底下 你才是第一等于一熊R OK 那有没有问题 这两个条件你必须要成立 你才是第一等于一熊R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spatial case的情况 是一个linear跟homogeneous的时候 那你可以这样子来表示它 那有同学 刚刚在问这个homogeneous跟isotropical的情况之下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它的不同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ingenial的情况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d跟1把它写出来 那d的部分的话 跟1之间 它的关系 基本上面 我们在刚刚已经讲过说 如果不是在特殊条件底下的话 我们 它的条件就变成是很复杂了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把这个叫做d displacement跟electric中间呢 它的比例是一个ishon 这个ishon呢不是一个常数 它是一个大的matrix 我们平常把它表示成这个大的matrix 那这个大的matrix在物理上面的话 它就是一个tensor ok 那这个tensor的部分呢 我们平常把它叫做 permitted tensor 张亮 基本上面 在这里 你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ishon这个tensor 就是这样来表示 那我们可以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这个tensor在特定的条件底下 那它就会有这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 第一件事情 假设 如果这个tensor是有一些 不管这个晶体 或者这个material 它有特殊的性质 你们以后在光学上面的话 其实在浦物里面 你们就浦物的光学里面 有看到那个什么 双轴晶体 或者单轴晶体 那个 双轴晶体的话就是 你把这个晶体放在 你把它放上去以后 你可以看到底下 你看到的是两个影像 OK 这个就是双轴晶体的部分 那 理论上面的话 我们说 这个off diagonal turn 如果我们是沿着 principal axis 它的主轴 你这个复杂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它 转转转 这个xyz 转到这个 跟这个晶体 或者跟这个material的性质 是有一个特殊的性质的时候 那这个principal axis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这个dx dy dz 你就可以写成什么 非常简单的 只有 diagonal turn有值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值 OK 那 我们会发现说 有一些晶体 有一些material 它更 更简单 那它可能是一个 by axis 的crystal 或者 那它呢 是什么样呢 它是dx 是等于 一熊1 你这个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一熊1 一熊2 一熊3 的 ex e y 1 y 1 z 那其他的地方都等于0 OK 一熊1 的 1 x 然后呢 d y呢 他们一熊2 它们一熊2 的e1 d3呢 等于 e z 一熊3的 e z 这里面的 e1 e2 e3呢 其中两个 是相同的 譬如说 一熊1 是等于一熊2 or 一熊1 等于一熊3 OK 好 这种情况 就是说 其中两个过着是一熊2 等于一熊3 我把它写成在底下好 就是这种三种情况 它只有两个轴 是 一样的 的情况之下 那它就是双轴晶体 那如果 OK 如果呢 一熊1 是等于一熊2 跟一熊3 都相同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把 这样的material 叫做 isotropic 的material OK 换句话说 我的电场 从s方向加进来 跟我从y方上加进来 跟我从z方向加进来 对这个晶体来讲的话 它是 或者对这个material 它的极化的性质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叫做 isotropic的medium的情况 OK 好 那 长得什么样子 它就是 嗯 好的 OK 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分子 好了 它是co2 是这样 好 那你现在 你电场是从这个方向 加进来 跟这个方向加进来 跟从这个方向加进来 对 两个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好例子 因为它不是极性分子 它的极化强度不大 OK 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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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不是极化分子 O O 这两个 这个都不是极化分子 因为它不是固体 这也不是固体 那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 这个material都已经是固体的情况 OK 所以基本上面 如果它是已经形成固体的情况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 告诉你们说 这两个轴一样的情况 它不是一个好例子 好 我再强调 这不是一个好例子 OK 好 基本上面就是说 双轴晶体的时候 它就是电场两个方向 加进来的电场是 对它的极化是一样的情况 那 isotropic就是 刚刚有同学一直在问的 isotropic跟homogeneous 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所谓isotropic就是说 我从这个方向进来 跟我从这个方向进来 是一样的 好 那 和我从另外一个方向进来 是一样的 但是 homogeneous 不同的地方 一个material 如果是homogeneous 我们刚刚讲了 它是homogeneous的时候 它是space coordinate 是不 跟它没有关系的 跟它没有关系的 跟space的coordinate 是没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 你这个material 原来这里的座标syz 到这里s2,y2,z2 它的物理量 它你所要探讨的这个物理量 如果都是一样的 那就整个space的 这个物理量全部通通是一样的 就叫做homogeneous 所以你在中文里面 当然就是它是一个均值的 就是homogeneous 那isotropic呢 是 你从A方向进来 跟B方向进来 跟C方向进来 是各个方向 是一模一样的 OK 它跟方向没有关系 它是independent of the direction 那就是isotropic的情况 所以这两个 是有一些地方 是有共同的性质 但是不是相等的 OK 好 好 那你现在 你大概知道了 这个整个关系以后 我们平常 我们说 你现在 isotropic 1 isotropic 2 isotropic 3 它是isotropic的medium的时候 那你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了 你的dr xdydz 你实际上是可以写成 isotropic 1 e x e y e z 所以我们平常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 d呢 是等于1701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 你写 d等于1701的时候 你很确定的 这个介质 一定是isotropic的medium 那 换句话说 这个介质 我们如果 更简单的 知道说 那个 isotropic 1 是linear 好 如果这个 isotropic 1 是linear 当然 你也可以 这个介质 就是homogeneous的介质 那我们就把 这样的介质 就叫做 simple medium 这是 非常严谨的 那 当然 对这个simple medium 的情况之下 的时候 这里面 d等于1701 以外 这个issue 就是等于constant issue 当然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最长 最长去探讨的 一个主题 但是 我们有兴趣的主题 并不止 极限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比如说你们现在你们会 慢慢的知道 有非常多的是非线性光学的东西 非线性光学的 就不是这个主题里面 因为他的什么 他的dialect 就不会是constant ok 那非线性光学的东西的部分的话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当你们在探讨 在这个主题的时候 issue是等于constant的时候 issue是什么 issue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issue是等于issue0跟issueR的成绩 那issueR呢 是等于 issueR呢 是等于E加的kaiE ok 那刚刚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kai呢 我们的polization 跟我们的电场E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用kaiE来比例关系 那 这个是linear 所以你把它直接把它写出来 kaiE呢 是independent of e 假设 今天的kai 不是independent of e 它是跟电场有关系的 一个物理量的时候 它就不是线性的 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我们非线性关系所探讨的东西 这个kai不是线性的 它不是constant 它会dependent on电场E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 那linear 非线性 那非线性光学里面所探讨的东西 就是有一些介质 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定值 那不是定值的时候 它跟电场E 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kaiE 是一个constant 再加上 跟电场E的关系 它可能是电场E的一次方 电场E的二次方 的比例常数 那这就是你要探讨 就是非线性光学 要探讨的东西都在这里 虽然这个物理量很小很小 但是它却形成了一种 这个是constant 没有的性质出来 因为电场的大小 会引起它的polyization的大小的改变 而且是非线性的改变的时候 那有很多有趣的物理 就跑到这里面来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常常在讲 非线性光学的时候 第一个出来的关系是 就已经是 一个constant 再加上电场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的下 那你要探讨 就是一次方的constant 是多少 二次方的constant 是多少 那你的介质 这些东西 是你要探讨的 当然 这些东西 越多 越大的时候 比它来的大的时候 那dominant 就是它了 就不会是它了 那有很多 有趣的物理 就在这里产生出来 好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现在你知道了 我们实际上 一个介质 在你的 这个 放到电场里面以后 它即化 它即化的时候呢 那个物理量 的改变 实际上 就是我们要探讨 它对电场的改变是多少 那换句话说 你只要知道这个 你就知道这个material的特性了 所以 所以到物理 有很多的物理里面 你说你探讨了半天 就是你在探讨 这一个介质的 dialis constant 那回归到社里来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你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知道 dialis constant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material在电场里面 受到电场的影响是多少 受到电场的感应 受到电场的prolidation 受到电场的 这个各个方式方面的这个物理 通通在隐藏在这个matrix里面 OK 所以你的research的部分 有非常大的research 就是在这里 OK 好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 接着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你的 这个电场 外交的电场 会对这个material prolidation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 同样的问题 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 有讲过说 我假设是一个 conducting shear 那它的电场的分布 你已经都了解了 那假设我现在这个share呢 不是conducting shear 而是一个 dialistic material 界电 物质 那我接着要问的 我把你这个界电物质 外面跟里面 通通是真空的时候 那对这个dialistic material的 如果是一个share 那它会是什么样的 一个物理性质 当然这个物理性质 包含 它产生的电场 displacement polidation 跟potential 都是我们有兴趣的 ok 好 那我们在之前 我们把这个 中心已经放了一个正Q 的charge在这里 那因为这个正Q 会产生一个场 ok 这个就好像 你现在 你的material 是已经放在一个什么 外界的电场 而这个电场呢 是 你的正Q所 对应所产生的 那 在你还没有做任何计算之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说 对这个share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场 police 在这个surface上面 会有什么 police the surface charge 对不对 所以这个police the surface charge 一定是负的 那 最 detail的情况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police 是 负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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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不是uniform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边 我们同学在问说 如果uniform的时候 他就是没有 volume charge density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已经是一个什么 p是什么 不是constant的情况 好 这是物理上面 你已经很清楚的 你看到了 你的police 这个diple moment 都是 从护到正 所以你这边会有一个diple moment 产生出来 换句话说 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在这里的 内部的chart 电场 因为 你外界的电场 再加上 你的police 的场 你police 的场 是这个场 方向 所以 外界的场 内部的场 理论上 应该是你 外界的场 再加上 你的police 对不对 在里面的部分 就是 绿色的加 绿色的 再加上 蓝色的部分 OK 有没有问题 就是 你还没有做 任何的 这个 数学的情况 之下的时候 你应该 可以去判断 T T T的方向 为什么会反方向 互道正 互道正 所以police 是这个方向 对 OK 还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接着 我们来看了 你可以 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从高氏定理 你可以去 carry out displacement 跟你的 dialectical 那 第二个部分 你的polization 当你displacement 知道以后 然后你把 跟你的 这个一雄一 也知道以后 你自然减了 你就知道 你的P是多少 那你的 这个 这个 电厂的大小 你的potential R 1到R2 E dot DL 你可以知道 你的 potential的大小 依照这三个部分 那你就可以carry out 所有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直接 先 做第一个部分 我们说 当R带R0的时候 说这个是R0 然后这个是RI OK R带R0的部分的话 那自然而然 我就可以去做 我一个高师 我的高薰 surface 我是S1 S1是什么 S1自然而然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球 对这样子的一个球面来讲的话 这是我的高薰 这是我的高薰 那对这个高薰 surface来说 高薰 定理告诉我 displacement DotDS 是等于total的charge 里面不是total charge 再加上 这个 poilization charge 所以这个是free charge 高薰 定理里面的free charge 为什么我要说 我用displacement 去计算是很容易的 因为我目前我已经知道 在这里是一个 这个diuretric 我也知道 我有poilization charge 所以如果直接用 e.ds的时候 我这里的totalQ 我要把它算出来 我的totalcharge 但是你的poilization charge 是什么 比较难去计算它 也可以算 但是你要分成两个步骤 那我们如果是free charge 我就直接知道 这里面的free charge 在哪里 只有中心格 其他没有了 OK 其他的都都是什么 poilization charge 所以 依照这个结果 你很清楚的 知道了 d.ds d.ds ds是4π 啊 这个dsr方向 那这个呢 就是dr的ds 所以 你现在你的高薰面 是一个球面 是一个球面 在这个球面上面的dr 是定值 你把它提到外面来 所以dr ds 那 对这个整个高薰面 来讲的话 是4π r平方 OK 那我们看到 free charge 是等于q 是等于q 所以我们马上 我们知道 我们的dr 是等于4π r平方 q OK 这是很单纯的 从我们的高薰面 你知道 r方向的 那 我们的total displacement 是等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知道 r方向的displacement以后 另外一个 θ方向跟phi方向 会是等于多少 0嘛 对不对 所以 你知道说 dr r 加 因为你的dθ 跟dphi是等于0 那为什么等于0 因为你是isotropic的情况 OK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个面上面 如果有θ方向过phi方向的时候 我们这个 它是 各项同性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不可能 只有 对应有这个方向的θ 因为这个方向的θ 存在的可能性 跟这个方向存在的可能性 是一样多 所以到最后 你的θ 最后是等于0 θ component phi component 都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就等于 4πr平方 分子q 这是displacement OK OK 那 我们也知道 在 这个区间里面 我的一雄 是等于一雄0 所以 kai1 等于0 polylation 等于0 在这个 r带r0的区域里面 那我们看到的 我们的1 是等于 一雄0 1 d呢 是等于一雄0 1 所以你的1 马上知道 4πr1 分子1 r平方分子q 那你可以去计算 r-r5重大 e.dl 从5重大积到r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这个potential是多少 那第二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r大于r0小于ri的部分 ok 在这个region里面 displacement 会不会改变 m的高四面 m的高四面 取的位置 是s2 在这个s2上面的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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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是等于多少 total q free charge 还是q 对不对 所以你的displacement 所以你的displacement 会不会改变 在这个region里面 会不会变 会不会变 displacement 在这个region里面 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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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Q 一样的 Q free 都是Q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displacement 跟上面一样的算法 我不记住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displacement 我不再重悟了 你还是4pi r平方Q ok 大家 唯一变的是什么东西 唯一变的是 我们的displacement 在这个region里面 displacement 已经不是displacement 而已了 他是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 我们已经告诉你 他的这个界链常数的部分 是一雄R 所以在这个region里面 的一雄 是等于一雄0乘上一雄R 换句话说 你的 依值 已经是一雄displacement 也就是等于4pi 一雄R平方分之1Q 换句话讲 我可以进一步把它写成 4pi 一雄一雄R分之1 R平方分之Q 这是你的电场 从这里面 从这里面 你也很清楚的看到 一雄R是一个大一一的值 ok 一雄R大一一的话 代表你这里面的电场 total的电场 就是R大一 R0的部分 我的电场 是R平方乘比例的 ok 然后本来勒 应该是这样子 一直R平方上去啊 我发现 它要除上 一个大一的值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场啊 ok 它已经要除上一个比例值了 这个大小 这个电场 这个大小 ok 同样的情况 我把这个画一下 在这里的polarization呢 p的部分呢 R大一 R0的区间里面 它的polarization是 这里polarization是 D 那 在这个region里面 你的polarization是 等于多少 你的polarization是 等于 D d 减掉 一 减掉 一 那 你马上 你看出来 4π 把它提出来 q 提出来 R平方 提出来 这是 1 减掉 一 像0 除掉了 一 r分之一 OK 这是 R的方向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polarization 在这个地方 是有值的 而且它还是跟 R平方分之一 是成比例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面的值 OK 好 那 那 理论上 如果你要画得更好一点 其实这个值跟这个值是 一样 要一样大小 这减掉的部分 跟这里是 有关联的 因为它是减掉 一雄一 OK 这是在 R大于R0小于RI的region 你的polarization OK 那同样的 你可以去算一下 R小于RI的部分 在这个region里面 你的polarization又恢复0了 那你的 这个 电场的部分 又恢复R平方了 这个部分就留给你们算 自己去算 好 它没有问题 OK